我們提出兩大訴求 第一 拒絕抹黑 還老師清白 第二 撤換不是任校長 還師生寧靜校園 請賴市長聽聽我們家長的心聲 其實安靜的坐在那邊 然後任由家長的無理取消 然後老師說 為你完全都不想聽 然後你是用不公平的方式對待這些老師 從去年我上任以來 那因為個人經驗的不足 那以至於在我們的領導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 那我個人我也會勇於面對 那用我最大的誠意來改進我們的一些錯誤 那期望我們各位關心我們教育的伴 能夠再給我一次機會 給我這個新手 校長一個修正的機會 讓我們把我們的該改進的地方 我們把它修正到最圓滿 要動著申請 那這一方面呢 學校我們一定是會依據老師 他們的個人的生涯規劃以及他的一個意願 在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的情況下呢 我們都會予以尊重他們的申請 我們最後呢 會給予他們祝福 那希望他們 所以真的有走了八個老師嗎 對於老師他們的禮職呢 我們一定都會給予最大的祝福 那也在他們的規劃之下 生涯規劃我們會給予相當的尊重 根據我們上週的一個媒體的報導 那也在我們所謂的學校 我們有組了所謂的調查小組 那我們在上週呢 也開了一個所謂的考集會 那在這些整個過程跟處置當中呢 我想我們也還了王立惠老師最大的一個清白 那王老師在學校呢 他是一位非常認真負責秉持著他的專業 在做教學的老師